代表我国参加冬奥的羽球国手还有教练防护员总共12个人 今天抵达桃园机场 包括了世界球后戴姿颖还有黄金男双林洋佩 那一下机等待他们的不止粉丝 还有空姐也一直要抢着跟英雄们合照 那现场的状况请孟杰带我们掌握 林洋球佩 我称武军 世界球后荣耀回国 真的好激动 我国冬奥羽球代表团回家了 总共分成四组人马 包含了世界球后戴姿颖 那么可以看到小戴是带着银色的奥运娃娃来献身 在身边的还有李洋跟王麒麟 他们则是挂着闪亮的金牌来献身 同行的还有王子维 以及羽球一哥周贴成 还有他们的教练还有防护员等人 那么一行人总共12人 先是拍完大合照以后 李洋王麒麟还特别的跟戴姿颖合照 李洋王麒麟各站在左右 一人一只手比出一个大爱心 然后戴姿颖站在中间 真的超逗趣的画面 接着就要进入入境大厅 来迎接早就等待已久的粉丝们 可以看到现场情绪沸腾 还有许多人自制标语 就是要来欢迎我们的英雄团 凯旋而归 那么其实这次呢 羽球团代表队乘坐的是 华航CI101班次的商务舱 每个人都有独立靠窗的座位 在台湾时间下午5点20分 抵达了桃圆国际机场 东京奥运勇夺银牌的 世界球后戴姿颖 以及拿下新牌的 羽球男双王麒麟 李洋 下午凯旋归国 受到热烈欢迎 空姐一字排开 热情迎接 粉丝们更是准备各种手版 挤抱机场大厅迎接偶像 而小戴接受媒体拍照 更热情跟粉丝挥手 小戴加油 只是这回 他可能心情受到影响 没有受访 至于王麒麟跟李洋 放眼明年的亚运 有更耀眼的表现 被问到各线市 奖金制度加码 选手奖金也有落差 金牌选手这样回答 如果是为了奖金 或为了钱去打球 可能会让自己会更有压力 对 所以我希望说 就是把每场比赛做好 成绩有了 那接种来的东西 自然就会不错 因为我原本就在金本有设立 那个回馈奖金 那我希望可以帮助更多运动员 可以往体育坚持下去 一同回来的还有男单一哥 周天成 因为脚伤止步八强 不过追平了自己两度 征战奥运的最佳成绩 李洋王麒麟 我觉得他们就创造一个历史 是不是国球 我觉得就是看每个人心目中 但是我相信羽球在台湾大家 已经有一个比以前更高的地位了 至于初次杀进奥运的王子维 布敌最后金牌的丹麦且球王 写下十六强指步 也获得许多宝贵经验 我最想念的是我妈妈做的家常菜 对 因为其实在出国前就已经 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国训中心 很久没有回家了 辛苦羽球代表队表现亮眼 凯旋归国 值得全国的喝彩跟掌声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柔道男神杨勇伟 热腾腾的银牌挂在胸前 招牌腾笑容不断挥手 杨勇伟光荣返国 还特地换上深蓝西装白衬衫 甩度破表 杨太太们都要暴动了 杨勇伟出闯了奥运 就夺下台湾柔道手面奖牌 回想一路拼进金牌战 和日本选手高腾直受缠道 对于裁判最后的判决 杨勇伟也虚心接受 裁判的判决不是我能所控制的 好好的展现自己比较重要 心中真的是满满的感谢 世界看见台湾的楼道 那我们也就是在台湾的楼道 打开新的一个篇章 然后我会继续的往下一个里程碑 继续前进 游文必达亲民回应 离开前连送三个绯闻给粉丝 还在镜头前跟教练一起 自拍合照留纪念 杨勇伟在夺得银牌后 获得高度关注 IG粉丝从1万多人 现在已经有32万 被称为有实力 颜值又高的柔道男神 而举重女神郭信纯夺下金牌后 28号杨勇伟在IG发文祝贺 还借来金牌 开心的拿起来蹭脸 露出满足的笑容 再度融化一票粉丝 他也在奥运五环前拍照留念 让台日两边的观众都被圈粉 看到学姐拿到金牌 大家会觉得 哇 好想要金牌 拿起来就是 其实一样重啊 但是就差一点点 不过没关系 下一次一定可以的 杨勇伟笑说金牌银牌都一样重 但借来的还是得还回去 他也不断强调 未来要再努力一元金牌梦 展现强烈的企图心 柔道男神杨勇伟 这一次夺下奥运银牌 也写下台湾柔道历史 东三新闻林佑芝 吴慕林 蔡林涵 张成员在桃园台中的采访报道 台湾蝶王冠宏出征冬奥 200公尺蝶式预赛 游出1分54秒44 虽然没能夺牌 但再次打破全国记录 还是很开心 受风台湾蝶王 他腼腆回应 其实就是没有没有吓到 然后我其实不知道 可不可以配得上这个称号 然后但是我还是会 尽量努力的去成为 大家所心中的台湾蝶王这样子 布置成绩让国际 看见他的实力 高颜值也备受讨论 粉丝们各个抢当王太太 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还是会继续加油的 然后最后我要跟他的 粉丝说声抱歉 然后这几天有很多的王太太们 就是让冠宏觉得很新奇 但是我也跟冠宏 我们有一个目标 就是在还没有达到 我们的目标之前 王先生只是属于我 黄先生一人的 教练幽默帮忙缓家 而这次台湾选手 在游泳项目上 总教练也认可游泳队 已经达到了预期目标 只希望大家不只在奥运上 其他的比赛 国际型的赛事 都能支持我们游泳 另外设计好手吴嘉莹 在女子25公尺手枪拿下第五名 也超越了自己的记录 除了自己很压抑 创下的佳鸡甜美脸庞 同样也在国际赛事上 引起各国讨论 吸引一票粉丝 我那个 我害羞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然后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我们2024年 巴黎奥运再见 谦虚感谢粉丝的支持 但台湾选手不弃内 反抵国门这一刻也誓言 要往2024巴黎奥运前进 东森新闻桃园最后报导 台湾选手 恭喜你 举重女神郭姓纯 征战冬奥摘金抵台 脖子上带着闪亮亮金牌露面 加油团兴奋暴斗 姓纯 你好棒 粉丝深情呼喊 郭姓纯回眸挥手 举重选手三元 包含郭姓纯 陈文慧 江念兴 加油团热情欢呼 这一次郭姓纯参加女子59公斤级举重 得到金牌光荣归国 大家都相当兴奋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力量 然后在这次的奥运 就是最后我还是拿到了 这个东京奥运的金牌 然后但是虽然表现没有到 就是很理想 但是我还是会持续的加油 一块金牌的背后 有着郭姓纯太多的努力和支持 想起这些突然哽咽 非常大的一个力量 对 然后虽然我经历过 秦春加油 加油 加油 有经历过受伤 然后挫折也有记录过低潮 也有记录过高峰 那其实 这个路走来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现场他的启蒙教练送来花束 两人见面感动得泪流不止 因为梦想终于达成 我手握着他的时候 那个风筝是飞不高的 但是我当我手放开的时候 那个风筝就飞得很高 另外奥运女子64公斤级举重 摘下铜牌的陈文慧 脖子上挂着铜牌 让她有动力继续向前 带着这份的铜牌 然后能往2024继续努力 谢谢 还有一名举重选手江念心 首次踏上奥运殿堂 参加女子55公斤级举重 在B组排名第四 虽然无缘获得奖牌 但家人亲友都以她为荣 三名举重好手 不论成绩为何 他们的努力终会开花结果 东森新闻肖化名 SNG小组桃园报道 挂起闪亮亮的奥运银牌 这三位就是我国男子射箭团体赛 拿下第二名选手 其中这位年纪最小的汤志军 还在个人赛中射倒南韩名将金优正 床签四强写下奥运史上最好成绩 你知道你分数比较高的那一刹那 你的心情是什么 很紧张 我是已经射完了还是很紧张 对 每一个选手都是顶尖的 那我们就是保持着 就是公平竞争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这样 唐志军说了客气 而跟另外两位队友邓宇成 魏君恒一起设下团体赛银牌 也让国人相当开心 我们大家都尽力了 那之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这次不是终点 是下一个起点 很开心自己还有机会 可以跟两位国际赛经验丰富的前辈们 一起出国比赛 然后有拿到不错的成绩 另外跟着三剑客一起回来的 还有女子射箭队 以及田径选手谢喜恩 华船选手黄逸廷 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像里面那个小矮人一样 就是很懦弱的去跟他们对抗 可是一站上奥运场上的时候 我又会觉得自己给台湾 就是带给很多的荣耀跟骄傲 两人虽然无缘晋级或夺牌 但也在今年冬奥写下个人最佳存机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安马王子李志凯带着冬奥银牌回到台湾了 一下飞机马上迎来粉丝们和亲友的欢迎 努力了20年 翻滚吧男孩不但成为翻滚吧男人 总算达成目标 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 李志凯说最感谢的是他们 我觉得最感谢我觉得有两个人 当然一部分就是教练 其实教练从小把我拉保到现在 就是也是这些教练就是都没有放弃我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要感谢我的家人 明年就还有个亚运会 那接下来还有2024的亚运 2024的奥运 那回去的话就会继续跟教练 继续做沟通跟做安排这样 20多年来看他的努力 不断的受伤 这个阶段性都是教练看在烟里的 然后最后还坚持到完美落地 我真的是有一种 也不能哭得太大声 下一个目标巴黎奥运 其实出国比赛之前 李志凯的爸爸就因为中风紧急开到住院 如今李志凯凯旋归国 也让李爸直呼是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是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而外界也关注小S隔海任干儿子的体操国手 洪远喜出发前四天才接获通知要递补参赛 另外两位拳击国手陈彦琴和吴诗仪也一同返台 能代表台湾去参加奥运 我就觉得非常光荣 继续努力 是为下一次的巴黎奥运做最好的准备 那我们也现在已经开始在为这一场巴黎奥运做一些计划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 经过多年练习终于踏上奥运舞台 眉光灯的背后是我们看不见的台下十年功 东森新闻苏聪建赖维与施凯明消化民泛季文章新闻 在桃园采访报导 台湾加油 冬奥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